提起汉语,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普通话,因为它是我国各个地区都通用的标准语言,但并不是我国唯一的一门语言,在国际标准组织中就给汉语做了一个细分,划分了13个语种,例如大家熟知的官话,粤语,闽南语,客家话等等。 不过有些人却认为这种划分法是不正确的,他们认为普通话才是汉语,像粤语这些语言都属于方言,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,不过确切来说,语言和方言的分界线是很模糊的,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,举个例子吧。 比如同处欧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,这两个都是独立国家,有着本国的语言,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,但是这明明是两种语言,互通程度却非常高,基本上都能听得懂,没什么交流障碍。 我们的汉语同样也是如此,下面又包含了13种语言,有的互通程度很高,但是有的却完全不互通,就拿粤语和北京话来说吧,毫无互通性可言,如果一个广东人用粤语和说北京话的北京人交流,这就无法擦出什么火花来了。 不过,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,各个地区之间都有比较频繁的交流,为了国家的统一性,官方不会不认可各个地方的方言,更不会说成是不同于汉语的语言。 所以说,除了普通话是标准的汉语之外,其他的都是汉语中的方言,在我国东北以及华北大片地区所说的都是官话,这是由于地缘因素所造成的。 北方地区地缘是比较完整的,较少有高大的山脉作为阻挡,慢慢的,西南地区也受到了北方地区的影响,主要是因为古时候经济中心是逐渐往南移的,所以后来西南大片地区也说起了官话。 但是,山西却是一个例外,就是受到了山脉的阻挡,造成了封闭的格局,因此,山西人就说起了禁语,同样的,我国南部地区出现了更多的汉语方言,就是因为山脉河川分离,这种情况下,地区间得不到通畅的交流,自然也会形成语言隔阂,例如无语,干语和粤语等,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。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,在这十三种语言中,有五种语言都出自一个省,这就比较让人震惊了,一个省出现五种汉语方言,要不就是此省的面积太大。 如西藏等,或者就是此省山脉众多,将各个地区分割了起来,基于这样的条件,大家都猜到是哪个省了吗? 其实就是福建省,不过或许能从福建的地理来找出一二原因,福建有两个特点,首先是比较封闭,当然不是说现在,而是说从前,因着如此,所以有比较独立的文化,福建的附近都是山。 第三,这些山把福建团团围住,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来,现代科技发达,想要进入问题不大,可古代不行,古人进入敏是很困难的,其开发也随之变晚,进去了又不好出去。 而第二点是,即使是内部,也被各种山川河流,划分的支离破碎,福建的平原小节散,山地跟丘陵,就占了总面积的80%,向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,别的地带,比如说四川,有一个核心的平原,就不会像福建这样东一块,西一块,跟前面一样,有了山就有了阻隔,你难以过来,我也难以过去。 区分方言的方式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看能不能听懂,在中国的方言里,光话是范围最广的一支,从东北、华北到西北、西南地区,这些地方都属于光话,一个北方人很容易听得懂四川话。 东北话和陕西话之间,也有互通的地方,但山西比较例外,因为山西的地形相对封闭,在古代和其他省份交流不多,所以,禁语会和光话分开来看,到了长江中下游,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,情况则发生了变化,因为中国南方的山川河流众多, 这些地区在古代都是相对封闭的,所以会划分出好几个语言大区,比如吴语、粤语、干语等,从这里我们就能分析出一个简单的原因,那就是福建省的地形很封闭,而且省内各区域之前的交流也很有限在中国古代。 进入福建的难度不亚于近四川,我们看福建的地形就能看出来,所以,福建也是中国古代开发最晚的地区之一,所以,福建内部也是相对分离的,由于山林祖阁,福建的文化,特别是语言极其多样化,因为各地方交流不畅,所以,一个省出现这么多不互通的语言, 闽东语通行于中国福建省东部沿海,以及浙江东南部部分县域,包括福州地区和宁德地区,以及浙江南部温州的泰顺县及苍南县东北部,闽北语通行于福建北部地区,包括武夷山市、建欧市、松西县、郑和县、浦城县南部,以及南平市区大部分、顺昌县的大部分地区,闽南语在闽南地区是相对最大的一支, 毕竟张州厦门和泉州在福建相对大一些,而且因为古代张夏泉地区的移民往台湾和东南亚大量移民,所以,其在台湾岛和海外华人地区影响也很大, 闽中语分布在中部山区部分县市,包括三明市市区、永安市、沙县,蒲鲜化,则是通行于中国福建东部沿海的蒲鲜地区, 包括今日莆田市辖区、新游县两地,以及其附近福州市下辖的福清市。 永泰县部分地区,据周历在,直方市所长,东南有七文,将至春秋,勾建王岳、民属烟,令具清道光版,近江县制, 再共称,淮海为扬州,近江滨海,属扬州。 所以,在春秋时代,福建属于勾建之越国,故古人也称敏越,据悉,古代敏越人有断发纹身,早耻川耳之俗, 旧社会敏南已婚妇女,还有相金牙之风俗,此古俗之遗传,今已少见,至于川耳之俗,则流传至今,不衰返盛, 由于福建古代称为敏,这一简称传行至今,文化地理意义上。 福建分为敏北、敏中和敏南三大段,此外又有敏东北、敏西北、敏东南、敏西南之四分法, 由于讲敏南话的人,比较集中在福建南部,当地约定俗成,便把多数敏南人使用的语言称为敏南语, 同时,为与全国通用的普通语区别,又称之为敏南话,把这个地区的文化称为敏南文化, 福建原为荒蛮之地,最早居住着古敏越人,他们的开化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原相对发达的地区, 这一情况,也为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人所知,其证据是周朝的周理,下官的, 职方是所在,便其邦国。 都比四乙,八蛮七敏,据此,早在周朝时代,七敏之地已被中央王朝的官书正式记录在典籍中, 此后语言学者孙野让更进一步地说明,敏,即今福建,在周围南蛮之别也, 这也就是说,早在周朝之时,原来把长江以南地区盖称为南蛮, 而福建作为七敏之地,特别从南蛮的总称呼中挑了出来, 可见周王朝特别对滨海之躯的七敏有更深的印象, 但尽管如此,先行古典书籍中更无关于敏帝的新资料发现, 从口音和文字读音上来看。 粤语与普通话有着明显的差异, 这让人们很难相信粤语与古代官话有着直接的联系, 然而,粤语并非仅限于广东地区, 而是泛指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, 这一区域在古代被称为粤,粤语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多种说法, 其中最广泛的认为是源自北方中原, 或者受到古代楚国楚语的影响, 这些说法使得粤语与普通话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, 北方中原的雅语在古代已经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, 并随着北方人的南迁而传播到粤地, 这一波南迁的人口大规模流动, 导致了光化口音在粤地区的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, 这种口音逐渐融合到当地语言中, 使得粤语成为了一种地方通用口音, 尽管古代光化已经消失, 但粤语至今仍然保留着古代光化的一些特征, 这使得人们对其与古代光化的联系产生了猜想和探讨。 另一种说法认为,粤语源自楚人南迁带来的楚语, 这使得粤语与古代汉语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, 历史学者通过对比古籍大宋重修广运中的发音韵律, 发现现代粤语的发音与古代光化更为相似, 这表明粤语在中古时代更接近于普通话的口音, 从而支持了粤语与古代光化的关联性相比之下, 闽南化的发展历程更为清晰, 它是由中原地区的人口南迁带来的语言, 经过演变和融合形成了现代的闽南化, 西晋时期,中原人口向南迁移, 将本地口音带到福建泉州地区, 逐渐形成了泉州化, 随着唐朝的兴起和历次战乱, 中原人的语言逐渐融合到泉州化和张州化等地方语言中, 最终形成了闽南化, 粤语和闽南化作为古代语言的遗存, 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点。 虽然它们与古代光化有着一定的联系, 但在演变过程中也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响, 形成了今天独特的语音系统和词汇体系。 你们也及CTV看演变 grabbing电 говорит准备了元素亿盘,